1月4号 历史传奇剧志《少帅》举行了发布会 该片由著名导演张力指导 文章李雪剑宋家主演 讲述了少帅张俊良波兰状况的一生 而作为导演亲典的 非他不可的男主角文章 在拍摄这部戏时 正是他人生中最为艰难的时光 此次发布会也是文章及周一件事件发生后 首次为自己主演的作品站台 文章在台上表示 张学良这个角色是他用命来拍的 因为过于投入自己都快得抑郁症了 当现场播放剧中的哭泣极紧时 文章居然当场泪洒舞台 心情十分激动 哽咽着说少帅太难了 唉 看来这是一点都不简单啊 不过与其说 看片段感慨张学良大的 还不如说是文章想到了当初拍戏时 自己被负面新闻缠身的艰难岁月吧 而时光尽迁 回归家庭苦心经营的好爸爸 不知道这部剧 会不会带他重返旧日的爆红时光呢 网友宝宝对文章的态度依然反感偏多 但还是表示 文章的演技确实是不错 网格拉西文 这部剧爆发想约吗 报道